今天是10月9号 截后第一个G21日 A股三大指数属于一个绿盘收跌 所以说跌幅都不大 那为什么在这个位置 A股涨不起来 不敢进攻 盘中出现一个大幅跳水 那么这里是不是属于一个洗盘的动作 还有就是市场上面 主线品种出现了一个非常强劲的爆发 那问题我们能不能追呢 如果你对这些方向对这些问题感到迷茫的 看不懂的 直接听听完后你心里就明白就懂了 听见大家 视频当中讲的一些技术 就是一个免费的分享物作为依据 其实从今天的分尸图 大家可以发现上次的分尸图很有意思 找盘开盘并不是开的很低 但是开盘后快速跳水 这里杀的很厉害 可是你看收盘它跌幅又收窄了 这里怎么理解 从上涨的加速来看 涨的500多加 跌的1600多加 这个明显的比例是很 差不多达到1比3对吧 怎么看 为什么A股涨不起来 其实我觉得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大家知道在这个 结后的最后面的几天 出现了一些不协调的声音 或者说出现一些很多的问题 比如说是吧 俄乌战争还没结束 结果在那边中东又爆发了战争 可以说这个给世界带上的阴影 这个战争会不会扩大 甚至有人在说 第三次世界大战是不是要来了 当然这个看起来很遥远 但我觉得也并不是特别遥远对吧 毕竟我们的周边也不平静 比如说塔海 比如说我们的狼海对吧 都不太平静 所以在这里的话 有一些资金避险 你哪个什么担心的情绪 我觉得还是有的 这也是为什么今天A股上涨的原因之一 当然这个可能不是重点 重点是什么 是我们的 A股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 一个爆雷对吧 房地产 这颗雷终于爆了 你看房地产今天是开盘 直接就跳水往下刹 这是什么 这是一个明显的急速沙跌 那么这个跳水 这个沙跌就不太正常了 这个我认为不是散会的行为 这应该是什么 是量化资金的一个行为 量化资金的一个什么一个 出逃或者说一个做空 这里我觉得还是大家要注意 放大了 所以正因为我们的房地产 出现跳水沙跌 导致A股的一个什么 快速的一个沙跌 它中出现一个低点 但是你看房地产全天都没有什么反弹 没有反弹 说白了就是房地产存在的问题还很多 不仅仅是宏大 包括很多其他的房地产都出现问题 现在一些其他的大的房企房产 比如说碧桂园都出现一些原因 一旦再次出现像宏大这样的事件的话 这个雷会越爆越大 所以这个是大家特别纠结 特别担心的 房地产影响到银行 影响到很多个行业 所以A股转不起来也有这方面的原因 大家觉得相关的一些板块 你敢去参与吗 你敢去提醒 如果是你的话 你敢去参与吗 是我我也不敢对不对 好 它也是导致A股下跌的一个原因之一 另外一个最重要的 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就是我们的A股市场 信心几乎是缺失的 当然在长假期间我跟大家分析过 今年以来散户亏 散户亏 外资亏 私募亏 基金亏 几乎都在亏 那么到底是谁在赚钱 其实我不说 大家都知道A股市场谁在赚钱 导致这种行情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因 还是我们的什么 说白了就是我们的RPU 确实太多了 对不对 RPU是什么 池子里面水老是在里抽 老是在里抽 又没有活水进来 你说这个池子里面冷起来吗 对不对 你说冷起来吗 可能很多人说RPU是吧 最近不是说减少了减缓了吗 RPU是减少减缓 但是RPU 是吧解禁期一到 是不是很多资金再次的出逃 很多大股东再次卖股票 对不对 所以我们的高层虽然说 出台一些政策 就是减持了一个新规 但我觉得这个新规 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说什么呢 说什么呢 如果说是吧 他在A股市场上面 A股市场上面RPU以后 目击的比如说目击的10个亿好 那么解禁期后 如果你没有还到10个亿到市场来 或者说你分红 没有分到10个亿到市场来 那么你的大股东的股票就不能减持 禁止你减持直接限售 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好的现象 A股里面钱自然就越来越多 这个水越来越多 那么是吧 你就会什么 会上涨上去了 后面上市的一些公司 他的目的就会什么 就会很明显了 我在里拿钱 就是要做大做强的 不做大做强 我想卖也卖不掉 这个他就没想法了 他只有一条路是吧 时间干加油干 把这个公司做大做强 以后来回馈股门 回馈股门 以后把这个 是世界越干越好 这个就活了 你看国外公司是什么 上市后越做越大 我们的公司是什么 上市后 可能是最高空的时候 结果后面就是一路下跌 对不对 正因为多个因素的叠加 导致了A股的一个什么 情绪不太积极 还有在长假期间 再次爆出了一个什么 浙江国祥的事 浙江国祥二次上市 对吧 退市就是麦克后再次上市 然后他的资产是所运的 什么空调类的 然后关键问题是什么 他上市的市盈率达到51倍以上 这个就不太合理了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行业巨头 比如说格力 对不对 大家看一下格力电器 你会发现格力电器的 股价还有格力电器的市盈率 你看一下他的市盈率多少 8倍对不对 格力他是行业龙头 行业巨头 他市盈率才多少 8倍 你51倍 你想想你在整个行业里面的销售份额 大概在占了第10名左右 相比起龙头核心 你还是差的很远 关键是龙头核心 人家才多少 8倍的市盈率 你多少51倍 相差多少 6倍多 你这明显的就不合理吗 是不是 大家一看 心里就没底了 还有就是 综合各方面的财务数据来看 浙江国祥 那个企业他并不缺钱 他还有钱去买理财 你既有钱买理财 为什么还来上市 这里 你的目的是什么 是吧 所以带着这些问题 A股股民还是什么信心不足 导致了A股 想涨涨不起来 其实我说白了 这个位置真的已经是属于政策的一个底部 对吧 很想涨 但是就是涨不起来 高层出台了一些利好 你看很多 说白了就是想激活这个市场 还是拉不起来 跟这些有很大的原因 好 我们回到市场本身 既然有这些问题 但同样的有存在一些机会 对吧 我在前期跟大家说过 市场在这个情况下 我们要把握好主线 今年还有一个最后一个季度 很多人都亏钱了 很多人亏了30个点 很多人亏了50个点 对吧 大多数人亏了20个点以上 你想要回本 你想要吃肉和汤的话 你就必须要咬住核心品种 咬住主线 那么主线在哪里 其实主线我也跟大家说过 说的很清楚 你看一下主线家里 今天涨幅最强的 涨势最好的是谁 一体化压住 汽车零部件还有什么 6G 说白了汽车 包括科技 是当下市场最强 最热的主线 所以你一定要咬住这两个方向 你不咬住这两个方向 你谈什么回本 你谈什么 赚钱了对不对 这个是当前市场最热最强的点 因为我也前期跟大家讲过 这两个方向为什么会涨 为什么会获得资金的关注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我前期视频 这里我不做过多接受 只是回答大家一个问题 这两个方向没走完 后期仍然是市场的一个什么重点 你看看今天涨停数 你就知道 华为29个 新能源29个 其实除了这个华为和这个新能源 你想想其他板块 是不是就很少有涨停的 可能很多说 而且它下面不是有十几个 十几个十几个吗 这些其实都是叠加概念 机器人它有都是叠加这个华为概念的 叠加机器人的对不对 汽车联部件它不是叠加汽车的吗 所以这些很多都是什么 多概念的叠加的 综合来看市场的核心品种 就是汽车和科技 所以你有助的汽车和科技 你就有机会吃了肉 你就有机会赚了钱 保持是吧 保持一个比较好的收益 对不对 朋友们一定要注意这个细节 近期的市场的焦点 另外一个 从个股的走势来看 这两个方向出现了很多的大流股 大腰股 对不对 就比如说华为概念里面的核心 龙头个股 核心龙头个股就是节融 大家看一下节融技术 近期是不是一个月的时间 从这里启动 你看9块多一点点 有吗到这里直接放了40到48块了 对不对 5945大家看一下 现在48直接涨了超5倍 对不对 这一个月的时间里面涨了5倍 这是什么概念 它导致出了强势的赚钱效应 正因为它赚钱效应 会吸引更多的资金来参与 所以这个方向是什么 资金源源不断的在进场 就是我们说的滚雪球越滚越大 然后是吧 做起的资金越来越多 但是我也提醒大家 到一个板块到了一个高潮的时候 就比如说华为 今天有29个票涨停 其实说不来就是到了一个高潮的 有句话怎么说 盛极必衰 盛极必衰 所以真正能参与的现在的话 除了核心龙头之外 就是低位的补涨 低位的补涨 那么中位去追高的时候 这个是反而要小心 这个也提醒大家 尤其是小心中位票 大家知道中位票是什么意思吗 就是这个票的话 它可能短期涨了30个点 涨了40个点对吧 但是上面有翻翻的有翻几倍的 下面还有涨了10几个点的左右的 对不对 所以这种30个40个点的 反而是风险最大的 一旦板块处于一个调整的话 这3040个点的 可能是 撒跌最厉害最严重的 短期可能会迎来一个暴跌 这大家一定要注意的一个细节 包括汽车也是一样的 好 除了这两个方向之外 其他板块几乎都不太行 对不对 今天强势爆发的就这么几个方向 以后 再看一下后排可能很多会说 哎呀 二阳先生这个酒店餐饮 今天旅游这些今天大跌 那么这些大跌是什么原因 中午还有人跟我说 二阳先生这个 这个解午店餐饮的话 为什么突然就跳水了 大跌了 我在结寝我潜伏进去 我以为这个旅游旺季是吧 他会大涨 大家是不是也是这样做的 是不是也这种想法 这里我再告诉大家 告诉大家一个事 我记得在这一天 这一天大涨的时候 我跟大家重点讲过分析过这个板块 如果大家看到这些视频你就知道了 你就应该会避开这坑了 我跟大家说过 这一天大涨后 我说 有人问我说二阳先生 这个国庆长家要来了 酒店餐饮是不是都会暴涨了 我说暴不暴涨我不知道 但是我告诉你越是拉到前高附近 我们越要跑我跟大家说的很清楚 他们我这个位置到底是追进去 还是要跑路 我跟他说的很明白 如果是我的话我就减仓跑路 大家看一下现在是不是这一波撒跌了 另外一个 有人在这个钱 这个放假前这里潜伏进去了 他赌这个国庆人长假是吧 火爆以后 截后赢了大涨 但你看下大涨没有大跌来了 其实说的好听点的 大家要记住 有句话叫利好兑现是利空 利空兑现是利好 说白了就是你 要注意A股的一个什么一个细节 A股历来都是这样子的 说的不好听点就是什么 你就是韭菜 因为你不熟悉A股的交易策略 A股的交易方式 对不对 老股民都知道 是吧 在长假来来之前 我就给您是吧 在这高位把票都放掉了 对不对 还有后面的双11物流 可能也会动一下 对吧 老朋友都知道 哎呀 对吧 当你出去放量易动的时候 那我提前跟进去搞个两三天 我吃完我就跑 等到双11来的时候 说不定他又跌了 就是这么回事 就这么个节奏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这细节 至于为什么会跌那么多 说的不好听点 就是我们的经济存在问题 酒店也好 酒店旅游也好 这个是没有达到超预期的表现 所以他出现了一个下跌 朋友们 我们要注意的细节是什么 你要注意在 节后报出的数据 就是我们的旅游 这个宣说大幅度的回升 但是相比起旺季 它还是有所所差距的 这也是为什么今天景点旅游 酒店参业大跌的一个原因之一 好 那除了这些板块之外 然后今天大金融 也属于一个压盘的一个动作 对吧 你看银行证券 也是开爬就跳水了对不对 不过证券跌幅还是比较大 达到1.5速胜 那么这种情况下怎么理解 其实银行证券跌的话 我觉得可以理解 我在前面视频上也跟大家讲过 本身它是属于一个相对来说 有利空的一个行情下 证券出利空 大家都知道 我们的中心证券老大 只要被上面给什么 给警告了给监管了 还有就是银行银行为什么跌 大家也知道这个原因吗 银行跌是因为什么 是因为它 爆雷 跟地产是相关的 地产爆雷的话 银行的业绩会有影响 所以它也是一个下跌 但是整体来看 影响不会特别的大 对于银行板块来说 我说影响不会特别大 所以它跌下来反而是好事 我觉得反而是什么 一个机会填腹的机会 这是今天整个盘面的情况 然后个股来看是吧 涨型的票很多 新铁涨型潮 你看涨幅在10个点以上 达到60多家 可以说赚钱效应非常之好 这里给大家提个醒 一定要记住咬住主线 你才有机会获利 也不要随意的去追高 你不要看到今天那么多涨型票 就是可以随便买 你看一下后排 后排你发现没有 今天也多次票大跌的 有多次票跌停的 但是这些大跌跌停的票 其实都跟什么有关 都跟这个长价有关 所以你在节前没有避开 这个长价的一些概念股的话 今天损失是比较惨重的 这里再次给大家提个醒 提个醒 市场仍然属于一个结构型行情 但是你如果说把握好了这个节奏 把握好了这个机会 还是有很大的可能性 回本吃肉吃到大肉了 那么从技术方面来说 从成定量来结合来看 A股市场的主线仍然是在科技和汽车这块 如果对汽车对 对科技你感到害怕的 因为它近期确实是涨了很多了 对吧 属于一个什么 属于一个高潮了 那么也可以去考虑一下调整比较充分的药 比如说近期强势的品种之一的减肥药 你看上周调的这个结晴调整一下 暂时就上涨了 核心龙头 长沙药业仍然属于一个什么 属于一个暴涨的状态 仍然属于一个大涨状态 还有就是你这些票 你怕的话担心的话 你可去潜伏一下药 比如说中药这一块 前期调的比较充分的 近期走出现红旁的 开始勤稳的 你也可以潜伏下 后面有机会迎来一个反弹 迎来一个什么上升 迎来一个拉升也是可以的 关键看你怎么选 好这一期视频我们到这里就结算